今天的狀況 其實自己很投入在當下 然後在戲裡面因為特別需要 有一些情緒上的東西 然後一開始還沒有真的演的時候 會擔心著千娜跟她的身體 但實際上開始拍的時候 自己也會知道 必須還是要把所有真實的感受丟出去給千娜 因為千娜確實是一個感受能力 一樣活在當下真實反應的人 今天呢是拍我千金的MV 然後因為裡面有戲中戲的部分 要有一個男主角 於是呢 導演就說 他有一個想法 希望可以找黃尚和來飾演這個男主角 當夫妻然後一起演戲的感覺 我覺得除了蠻好玩很特別的經驗之外 那個 一起 在戲裡面投入的那個情感 很特別 不管你看什麼 我都是你最最最最最的情感 今天的狀況 其實自己很投入在當下 然後在戲裡面因為特別需要 有一些情緒上的東西 然後 一開始還沒有真的演的時候 會擔心著千娜跟她的身體 但實際上 開始拍的時候 自己也會知道 必須還是要把所有真實的感受丟出去給千娜 因為千娜確實是一個感受能力 和很活在當下真實反應的人 這次千金是主打個蠻重要的 希望可以找一個 她真的能夠理解演員 然後理解這個角色 以及能夠拍出好畫面的導演 你騎我爸跟爸爸說一遍 你騎我爸 爸爸也騎我爸 你騎我爸 你騎我爸 我騎你了 我騎你了 柔軟 你騎我 我騎你了 我在唱这首歌的时候 满脑子都是爸爸妈妈的画面 而不是悲伤 所以我也希望 就是好像是我自己担任哭泣的那一个人 大家看到这个故事 跟听到这首歌的时候 可以听到它有很多的巧思 然后很多设计跟我们所呈现的作品 是想要传递给观众 满满的感动 这首歌曲它在创作 不论是从歌词上面或者是编曲上面 它都极其的用心 特别高级 如果台语可以用这样子的编曲 那我们应该要用什么样子的拍摄手法来呈现 才配得上所谓这样高级的编曲 当大家觉得千娜她还是歌手的时候 其实千娜已经是个演员 期待千娜她作为歌手也作为演员这样子的身份 她会有什么样的东西带给大家 台卡路里出台情 回头望向文武病 告诉里面 有望望 玩玩耍拆拼 靠千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